本影片为关影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痛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爱满人间 Merry Poppins回来了 携带了50多年前 欢乐满人间 满满的幸福期待 迪士尼献给大家更精彩的续集电影 一起来看看里面满满的爱 与各种的奇妙幻想 可能要过老才会知道 爱满人间的前作电影 这部1964年的欢乐满人间吧 其实欢乐满人间在欧美 一直都是很红的 可说是迪士尼辉煌的一夜 不但是夺得五项奥斯卡的奖项 是华特迪士尼最高成就的一部电影 当时饰演Merry Poppins的朱利安德鲁斯 也因此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荣耀 而相隔了50多年 再推出的续集英文片名是 Merry Poppins Returns 中文片名翻译则 因为不爱用人民 也是延续了第一集 欢乐满人间的翻译 这一次台湾是翻译成爱满人间 看到在电影的开始 场景是再度回到伦敦 并且由林曼努尔米兰达 饰演的杰克演唱了 安德林的The Lovely London Sky 来作为整个故事的开场 欢乐满人间与这部续集 都是改编至更早之前英国作家PL.崔弗斯所著作的一个系列 共8本关于Merry Poppins的儿童文学作品 这次故事的时间是设定在1935年 是在第一集里1910年的25年之后 所以看到班克斯的小男孩小女孩都已经长大 这里由班维肖饰演的长大后的Michael 已经有三个小孩 但老婆不久前过世 艾米丽摩提莫饰演长大后的Jane 则还是一个人尚未结婚 而虽然看到Michael他们一家人 还是住在樱桃树街17号 但这次班克斯家是遇到不同的麻烦 因为Michael欠银行钱 必须要找到银行的股份证明来还钱 否则银行就要来查封这栋房子 所以说现在Michael是为现实生活而交头烂额 是已经忘了童年的存真 并疏远了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联系 在这里看到第一集最后联系起班克斯全家情感的绿色大风筝 在这一集一样是没有缺席 同样也是扮演的相当重要的关键 不过Michael已忘掉过去童年往事把风筝丢掉 然而神奇力量仍是存在人眷顾着班克斯一家人 风筝被吹到公园 被Michael最小的儿子George给捡回来 在放风筝的过程中 强风将风筝吹到高空中 而幸好有杰克及时帮助George才没被一起吹到天上 甚至哪有那么好看的事情 看到的是用风筝钓到了一个神奇保姆 Mary Poppins也就这样是神奇登场咯 Mary Poppins 这集电影包括Mary好几个角色都换人眼了 因为毕竟时间已经过了五十几年 像朱利安德鲁斯已经八十好几 而故事里的Mary又说是不会变老的 所以是换成了艾蜜莉布朗来饰演 Michael与Jane看到Mary当然是相当压抑 因为故事里面毕竟已经过了25年 而且Mary看起来都没有变老 甚至就这样自己跑来说要当保姆 帮忙照顾班克斯的小孩 这里也看到Michael另外两个龙凤双胞胎的小朋友 女孩是Annabelle 男孩则是John 店里面用许多安排设定将这次续集与前面欢乐满人间连接在一起 像是一开始看到杰克一边点灯一边唱歌 带领着大家回到樱桃树街17号看到隔壁其他船舰造型的邻居 推移海军军官与他的助手还活着仍然是一直维持着每天开炮抱持的传统 也看到管家Alan养狗的女士等等邻居好朋友 而Mary的神奇装备一样是比照了前面的故事 一只会说话鹦鹉头握把的雨伞 一个什么都装了进去的神奇手提袋 以及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像变魔术那样 依照Mary的需要拿出各式各样的道具来 尽管Michael不承认是一个人硬生说是可以想办法顺利渡过难关 Alan养贝尔与John也是相当自立自强 说是不需要保姆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但Mary还是介入了邦克斯家的生活 而因为看不惯小朋友脏兮兮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帮三个小朋友洗捧捧 另外Mary所说的要照顾邦克斯的小孩 其实是包括了Michael与John两个大朋友 还有就都说信邦克斯贝克斯还会欠一堂的钱 竟然沦落到房子要被查封 这部电影是一出音乐歌舞剧 所以当然是以音乐唱歌来创联起整个剧情 而藉由这些歌曲可大致将整部片分成几个段落 像一开场杰克所唱的 Underneath the Lovely London Sky是揭开序幕 并也作为结尾Ending的一首歌 Michael怀念故事老婆唱的A Conversation 则是带出了邦克斯家陷入瓶颈的现况 而这里Mary在浴室放洗澡水 一场帮小朋友洗泡泡澡 神奇不用脱衣服的桥段 更是以一首Can you imagine that 告诉大家发挥想象力 并带领进入各种幻想奇景 像是海底世界海盗宝藏 以及海边的悠闲度假风情等等的 曲目中的The Royal Dalton Music Hall Recover is not a book 是另一段充满奇异想象的剧情桥段 Mary代理的Jack与三个小朋友 是进入了慈禧大碗宫的卡通动画世界 就像是比照了欢乐满人间 是另一次完美结合了真人与卡通的欢唱剧情 不但音乐是逗趣动听 动画也是绚丽的让人目不暇及 这里对比的第一集 全能到处与Mary欢唱的Burt 故事与说Jack是Burt之前的学徒 也是认识Mary很久的一个朋友 而林曼努尔米兰达饰演的Jack 这次与Mary一样都是相当吃重的角色 在里面是又跳又唱题表演的多首曲目 两个人是多次呈现了令人激赏的歌舞能力 这部片的导演是老婆马歇尔 之前她的另一部《魔法黑森林》 同样也是由艾蜜莉布朗与梅丽史翠普合作 一起在里面高声歌唱的音乐剧作品 不过这次梅丽史翠普的戏份并不多 主要是出现在Mary带小朋友去修理瓷器网工 随着一种Turning Turtle带出了饰演Mary的表姐 是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修 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 她就会定山倒是秩序大乱的一个古怪角色 而小朋友在Mary和Jack的带领之下 是经营了各种有趣新奇的冒险 也试着想帮老爸Michael处理银行欠钱的问题 不过似乎是有点越帮越忙的样子 而下一段预告之后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电影 会想保有点神秘感人 建议可以看到这里 走咯 克林佛斯在这部电影里面是饰演的 威廉现任银行的老板 也是这次幕后的坏蛋Boss 是戏图想靠着强收陷入困境 邦克斯加了房子来为银行赚取更多的获利 整个剧情说的是在Mary引导三个小朋友 错了Jane与Jack的良缘 让Michael提升到家庭成员的重要性 即使房子要被查封了 但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邦克斯加 这名银行股份的文件 竟然是被George剪成了好几块 用来补风筝的破洞 因此后面在Jack没有一帮人协助调慢 大半钟 Michael与Jane将文件送到银行 甚至也请出了迪克凡代克 饰演的小戴威斯 威廉的属住银行的大股东 大大老板 终于才拯救了樱桃树街17号的宅邸 总结来说 虽然整部电影的剧情简单 但对大人小朋友都极具有教育意义 主要说的是 邦克斯加靠着一家人的勤心努力 终于是挽回了他们的房子 与家人间的情感 而就如欢乐满人间 更多的细节与深远的意义 甚至有对劳工朋友的推崇等等 是隐藏在剧情每一段快乐趣味的思念感怀的音乐之中 在音乐会的表演中就点出了看封面是不准 有些人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里面魏晶斯的狼就预告了银行老板表面上好好先生 但其实是要抢走他们房子的坏蛋 玛丽劝表姐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事情 以及借可与他一帮点灯人表演的 Trip A Little Light Fantastic 则是告诉大家遇到困境时要玩好处想 这样再怎么困难的事情也都可以找到出路的 所以在后面一首 No Will To God把阿里看到之族乐观而幸福的人 乘着气球都往上飘 就只有贪婪的银行老板威廉是飞不起来 另外迪克凡代克也饰演了Bird老戴维斯 首期欢乐满人间的朋友应该也是相当惊喜 90几岁的他在这里灵活地客串了这样一小段歌舞的演出 而在最后玛丽是大功构成功臣身退 看到玛丽又再次飘走了 所以小朋友是来看热闹充满奇幻梦想 当然是来找玛丽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感受 这里也推荐给各位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咯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咯 那就先这样咯 拜